我道上警戒一整颗冰箱横躺 路中央驾驶下到惊呼急闪避 但下一秒却有车偏偏往冰箱直直冲 又切车道梦撞正着 冰箱被车狂撵过去 瞬间天女森花碎片扎盆漫天飞 零件宛如血滴子往后砸 梦力重击后车 但高速行驶东西乱掉无奇不有 这辆货车整袋水泥没绑好 直接砸落环冬大道 后方车辆惨遭水泥杀洗车 更离谱的是货车驾驶头也不回 一路照头仿佛东西根本与他无关 但半路骇撞的不止物品 还有这辆车 只见车流执行好好的 瞎妙作坊出现这连接车 他捞胸硬是要切 执行车常按喇叭示警 但连接车才不管我就满狠 下扎道想一秒汇入 主车道蒙踩油门撞上冰箱车 把人家后照镜硬是挤烂 这才停下 并使驾驶器的伸手狂打连接车门 驾驶这才好拍赛下车查看 不过同样是违规 宜兰这辆白车可没这么幸运 梯子路口左转 下秒绿灯直行的双载机车 傻车不及梦撞 乘客当场喷飞身亡 27岁蔡姓女骑士 载着29岁哥哥骑车 想不到遇上鬼切转弯的旧车 后座哥哥当场飞越 叫车重衰 雄美天人永隔 而同样是机车事故 北市这名骑士却很离奇 莫名勾到一旁机车 下一秒 瞬间人车分离 骑士在路上滚啊滚 他的机车还被另一部车 勾着继续往前行 而骑士则是狂滚了 123455圈 这才停下 离奇车祸 让民众全看傻眼 记者林传安黄玉兰台北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